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這個片子裡面的女主角 是一個綽號叫戲語的殺手 她想要推出家母的方法 她想要引姓埋名 然後所以她找了一個 當時最有名的名義 就做了一個診療手術 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戲語她是一位 殺人不眨眼的一個女生 外表冷漠 武功不高強 沒有感情 不會對任何人 是有一個關係 是不知道為誰 來做些天害你的人 同事一個工作久了之後 過程當中 並不會去質疑 並不會去質問自己 這個值不值得 一直到 這可能多少年以後 才回過頭來 看自己走過的路 覺得多麼不堪 她是很想擺開那個劍 改了做另外一個人 她想知道 什麼是一個正常的生活 什麼是做一個現妻兩毛 做一個平凡的人 相似的地方 是在一個小市集 然後在那邊才遇到了 也是一個演快遞張阿森 如果真的要我去講 曾經跟張阿森這兩個人 他們兩個自從會被聘在一起 叫做緣分 他們每次 基本上一碰面 就會刮風下雨 這樣子 下雨極限 感情的升溫 也是每一次因為下雨 有一天又下雨了 江阿森又來幫曾經收衣服 但那個時候呢 我讓他們兩個的角色轉變過來 以前都是江阿森主動來收 那次換成是曾經主動的問她說 你肯不肯娶我 我想 這個事情可能在古代很難發生 我自己 因為一個女生這麼主動很難發生 但我覺得在現在的女性 完全可以體會的 就是說 可能幸福掌握在自己手裡 這兩個不同背景的人 盡量會 在不同的時間相遇之後分開 之後又再相遇 然後我想 這一點 就是說 可能就是全身注定 人生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會撞到一個人的時間 你會覺得 不知為什麼 是特別對這個人有好感 是特別想再見他多一點 那到你真的見他多一點的時間 你會是想 那我下一步是什麼呢 如果說你是一個過去 已經做錯事的人 你怎麼樣能夠找到幸福 能夠追求第二個人生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 這個故事裡面的每一個角色 也就是在追求他們的 我們叫Second Life 就是他們的第二個人生 我是沒有可能從頭來說 因為我錯得太厲害了 沒有人可以再原諒我 所以他就繼續 在他的不好的職業上繼續 因為他都不知道有沒有第二條路 Until 有一個人 一個高人 跟他說人生是有第二次機會 機會呢 是自己要爭取回來 但是 爭不爭取到 都要看你自己 放下過去 我們能夠追求未來 人生 那個Life 是每一個人要去爭取 要去Live Go and live your life and enjoy love 真正的愛情 是沒有expectations的 但是可不可以做到這個境界呢 有些人 這次是 感谢观看